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二 三 好 选择好了吗 还没选择好话我们就先按暂停 那我们影片就先继续往往下走啰 好 大家好 那我们来看就选到这一组牌族的朋友 你跟你心里所想巨蟹座的他 你们十月份的感情的发展 是什么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上方的就是验证牌的部分 这边的验证牌的话就是 如果说你们九月份的 你觉得你们的相处的情况 你的感觉 然后你对这种关系的看法 若是有辅当你的情况的话 就表示这一组牌族的信息是要给你的 那如果说这边验证牌部分是没有符合到 你觉得的的情况的话呢 就表示这一组的验证牌并不是要给你的 那就可能你要选择其他的牌族了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就在验证牌部分 你觉得的情况的话 我们这边抽到的是 钱币时正位 女帝牌逆位 赢者牌逆位 好 这边首先我们来看到就是 你觉得你们九月份的相处状况的话 你会觉得说其实跟这个人 就是有点像家人的感觉 甚至有时候你们应该说很常啦 经常你们很常可以见到面 或是很常可以联系的到对方 然后你们之间的相处就是很自然 很宜然自得 那就是 你们还蛮常有那种很实际上的互动 可是呢你们又很常会没有办 你有时候又会感到一些不安全感 因为有时候对方可能又会突然消失不见 然后或者是他已读不回 或者是不读不回 比较长的时间 虽然你们还是很常可以见面 甚至你们是有个共同的生活圈 然后就是让你比较常可以遇到这个人 但是你又很常可以掌握着得到这个人的 他的近况 他的现在在干嘛 你就很 有时候你还是会感到有一些些的不安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就是钱币石的正位 也就是说其实 9月份的你们 你会觉得你们这段关系 其实真的就是很有强的黏着力 你们很常会见面彼此 然后你们很常会有一些 有非常多实际上的互动跟交流 然后你们会很 就是你们非常常的可以见面 然后就是就算他可能不常见面 那他也是会特地花一些时间 然后跟你聊天 然后看到旁边的女地牌逆味 那时候你会有一些不安的感觉 那甚至你会觉得说 你们之间相处的时间还是太少了 就算他还是会有特地跟你要保持联络 或者说他有特地花时间跟你相处 但是可能就觉得每天只有一小时 或是两天只有一小时 这种像这样的频率 你觉得真的不够 是不足的 所以你会觉得说有点可惜 然后再来是旁边的影者牌逆味 所以其实你对这段关系 你不太敢去思考太多 你就觉得就先这样去 可能他也在忙吧 就这种你会有点像是在自我催眠的感觉 但是事实际是如何 我们也不太能够确定 所以就说 就这边的话就是验证牌 就是说如果说你9月份 有觉得你们关系是这样的话 就表示这一组牌子的信息 是要给你的 但如果说没有的话 可能要麻烦请你们选择其他的牌组咯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 就是你觉得 啊对不起 就是10月份 10月份的感情的预测 你们发展的状况是怎样 我们这边抽到的是 圣杯舞的逆味 啊 那点拿远的 好来 命运之轮 逆味 权杖二 正味 好 这边看起来的话 就是在10月份你们感情发展状况 有可能是你们其中有一个人要冲一发了 就是说要去跟对方告白的一种感觉 那首先我们可以来看到 就是在圣杯舞的逆味这部分 比如说其实对于说你们这样的关系 这样的状态 其实有时候你内心中会感到一些不安 或说其实对方他可能有一些事情 然后就让你们这样的关系 呈现一个停滞 没有办法向前走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就觉得说 你们其中有一个人会觉得说 不要再这样子了 就是你们这段关系 就是要有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或说要可以继续发展下去的状况 的机会 会希望说这段关系 可以尽快有个结果 不要在那边拖拖拉拉拖那么久 会觉得就是蛮痛苦的 就是说你们想要把原本那个 跟对方所 所思念啦 所那种不安的情绪 你希望可以跟这个感觉可以告别 然后就是 以及说对方有时候 他可能会给你一些蛮 他有办法带 就是带领你 离开你曾经在感情上的伤痛 或者说你有办法带领他 曾经在感情上的伤痛 也就是说其实在十月份的你们 曾经过去的那些不好的能量 不好的状况 有可能慢慢的被排解掉 也就是说你们有可能会释放掉 曾经一些在成长上的 比较不好的经历 然后看到旁边的命运资源的意味 就是说你们在十月份 会越来越少联络 本来是有个固定的频率 可是在十月份的话 可能就是没有那个频率在了 可能就变成说你们会有时间才联络 没时间就没办法联络 甚至如果说你想要刻意去找对方 或是想要刻意去联络 反而对方会越来越 看不见 会越来越找不到他 就是他会有点像是 故意躲起来的感觉 好 看到旁边的全帐二的正位 所以会觉得我们这段关系 就开始决定要去找一个新的方向 究竟是要继续认识下去 还是要结束这段关系 有时候十月份的你们 因为可能对方太常会不见 或是说太常会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联系得到他 所以想说那不如就来一个了结吧 就是看是他决定继续在一起 还是说他想要改变一下 他自己目前现在很常消失的状态 又或者是说 他就怎么这段关系要结束了 就是说在十月份你们会这样子的想法 会萌生 甚至有可能你们会这么做 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 你们好像不会这么做啦 只是有这种想法有在而已 好 所以你们来看到就是那十月份的话 那给你们感情的建议是什么 或是说该怎么样才有办法 让这段关系可以顺利的发展下去呢 我这边抽到的是 钱币六 正位 力量牌 逆位 权杖八 逆位 好这边会感觉到说 其实在十月份你们所有给你们建议会说 希望这段关系你还不要那么快离开 然后还不要那么快的下作决定 你就是保持在一个比较中立 然后对方对你付出多少 你就对他付出多少 那如果说对方消失不见 你有跟着他消失不见 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对方不理你不回你的时候 就不要理他 然后你对对方的时候 你传讯息给对方 或是和对方相处的时候 如果说他没有任何的表态 你也不要去做任何的表态 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说 对方不理我是不是要多爱他 或是多一些甜言蜜 我跟你讲就不一样 就是你就是对他或就是保持像一个 你觉得他怎么样对你 就是用一样方式去回馈给他 让他去知道说 你也不是不好惹的 对不对 就是希望说你不要那么快的 去结束这段关系 那首先我们有看到就是在前B6正位 就刚刚杨阳所提到的 对方怎么对待你 你就怎么对待他 每个人就是要公平 然后他旁边的力量牌的逆位 对不起这边是前B6正位 然后这是力量牌的逆位 在这边力量牌的逆位的话 会觉得说 嗯你们这段关系 你就是不要那么快的下 那个下做决定 然后任何事情就是要多 深思熟虑 还要再去多思考 那如果说你真的决定离开的话 他就是感觉告诉你不要离开 就是不要 在不对时机 提出你的勇气 你反而应该要再正确 你现在就是10月份 给你的建议是 你不要去做任何的决定 所以这边会出现 一张全杖八的逆位 会希望说你对任何 对他们关系 不要下任何的决定 那你的勇气是要用在你对他的态度 不是你们关系的方向 不是你们关系的结果 你的态度是要放在 你们这段关系的方向 或是相处上的模式 而不是这段关系的结果 因为这边八的讯息 等能量代表着力量 跟掌控一切事情 所以会希望说 你如果说你真的希望说 你们这段关系可以往下走 或者是说继续发展 他会希望你先暂时 就让这段关系 他停滞就停滞了 那就是用 他怎么样对你的方式 你就是用同样的方式 去回馈给他 让他知道说 你也不是好乐的 你也是会不爽 好 那这边的话 以上就是选到 巨蟹座 这组牌组的讯息 那如果说以上讯息 是要符合到你的情况的话呢 请你帮羊羊按赞 分享给需要的人 以及在底下留言 告诉羊羊你的想法 那如果说没有符合到你的情况的话 可能要麻烦请你们去选择 其他的牌组啰 好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 就先到这边啰 下次再见 好 我们来看他就是选到 这一组牌组的朋友 你跟你心里说 想着巨蟹座的他 你们十月份的感情的发展 会是如何呢 首先我们先讲 他就是在验证牌部分 就是用目前验证牌的话 就是表示说 你们目前九月份的 一个发展的状况 然后就是你觉得 你们发展的感情的情况啊 状况是如何 那如果说又符合到 你的情况的话呢 就表示这组牌组的讯息 是要给你的哦 那如果说在验证牌 就是你觉得你们九月份 并不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可能就要麻烦起 你们选择其他的牌组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 就是 你觉得 你们九月份 你和巨蟹座的他 你们九月份的 一个感情啊 状况啊 相处是怎么样 首先我们先来看 我们这边抽到的是 圣杯试者的阵位 然后这边是 宝剑骑士的阵位 再来就是这边 最右边的 前壁三的阵位 好 那这边杨阳会觉得说 你觉得 就你们这段关系 其实在绝合分手 整体来说 感情是还不错的 甚至你们会很常 为了一些事情 然后接着一起 共同努力 有讨论 然后就是有很 就蛮常是有机会 有讯息上交流 然后其实在你们 一起相处的那段时间 或是你们一起去 完成某件事情的时候 你们其实在中间 有很多快乐的事情 然后这些事情 其实都一直 记在你心里 让你 就是让你对他 有产生很多的 萌芽 一些爱意 甚至有一些 那个意想不到的 一些感 感觉 就是有 袭击到你身上 所以你就会 开始对这个人 就产生非常大的 好奇心 以及就产生那种 爱慕之心 那种喜欢之心 还有憧憬之心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 就是在 身边 适者的阵位这边 所以比方说 其实在九月份 你们相处上面 是很快乐的 然后你们 就是很常会一起 打打闹闹啊 然后会一起 就是 谈笑风生 然后就是会一起 玩乐在一起 然后你或是他 会很常就是会 逗彼 彼此开心 其实你们之间 在九月份的时候 你们是真的是 非常的快乐 然后相处上面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然后现在看到旁边 对不起 中间对 这边的 宝剑骑士的阵位 所以其实说 其实这边的话 你会觉得说 你们在九月份 大部分的关系 就有时候你们是 很常会有 讯息上的传递 然后有时候 有时候就是 你想到 你想讲什么 或是对方想讲什么 就会直接就 跟你们就 互相这样 传讯息啊 然后或者这样 说来说去 就是那种很轻松 很自在的感觉 但是呢 如果 但是因为我们 看到旁边这边 有一张 前臂上的阵位 所以你们大部分 有时候那些讯息 除了一些好玩的 或是哭手的贴图 或是说好玩的讯息之外 你们也很常是 大部分的话 也都是在讲说 关于工作上啦 或者说事业上 或者是 你们共同之间 在努力 或是去完成 一件事情的东西上面 或是共同的兴趣 你们大部分 都在讨论这个 所以你们之间的讯息传递 其实也就是 蛮快速 然后迅速 然后就是也很 直接跟自然的 一个相处的情况 好那边的话 如果说以上的讯息 是有符合到你的情况的话 就表示 这一组牌组 有符合到你 那就表示 这组牌组讯息 是要给你的 那如果说 这组牌组的讯息 是没有符合到你 觉得你们九月份的 相处的情况的话呢 可能麻烦请你们 选择其他的牌组啰 好 那现在我们来 继续听一下句 就是说 对方 对不起 就是说你们十月份的 一个感情的发展状况 会是如何 就如果说 以上的讯息 是符合到你的话 我们这边抽到的是 宝剑王牌 正位 钱币骑士 正位 权杖士者 正位 好也就是说 其实你们 在十月份的时候 你们的关系发展 会有一个还蛮大的突破 我们看到这边都是正位 然后这边的话 唯一有点可惜 就是没有圣杯 比如说 其实你们这段关系 在十月份的时候会 更加的巩固 会产生出你们想要 一直相处下去的一个状况 比如说 其实在十月份 你们算是一个 准备要迈入 互相喜欢那个阶段 那个前期的作业 一个状态 比如说 其实你们这段关系 首先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在 保健王牌的正位 保健王牌正位的话 就是说你们这段关系 其实在十月份的时候 你们会有新的突破 就是在思想上 或是在关系上面 你会有 不自觉会发现 对方其实 彼此之间 在对方心中 是一个蛮重要的存在 或是说你们会很常 会有一些 一些思想上的一些交流 然后或是你们 对于很多的事物上 你们会有产生 更大的兴趣 你们会一直想要去 做一些专研 或者说会想要去 跟对方做一些讨论 或是说你们之间 会有更多 不一样的新的话题 大家看到旁边的 钱币骑士的正位 这边钱币骑士的正位 比如说其实你们这段关系 会非常缓慢的发展 比如说你们还不会有 太重大的突破 但是你们是慢慢的 在往前走 慢慢的在经营 你们这段关系 又或是说会有一个新的 一个商业的消息 会到会有 你们其中一个人 会有新的商业的消息 商业的机会 你们会想去把握它 这是另外一种解释 那其实大部分来说 就是因为你们这段关系 会觉得好像可以慢慢的发展 慢慢的 慢慢的可以就是往下走 那就是这部分会 蛮缓慢的 跟他们一直想要 慢慢的慢慢的 所以你们这段关系 其实会真的很缓慢的 在往前进 不过我们看到这边 有一张权杖施的正位 有的时候 其实你们这段关系 事实上是有朝着一个 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未来去努力 有的时候如果说 你们是交往中的话 你们交往中就表示说 你们是有可能会朝着 下个阶段而去努力 然后两个之间 都是有共同的默契 或是说你们会一起讲好 那如果说你是单身的话 那表示说你跟这个人 其实彼此之间 如果说在十月份的时候 你对他感觉是 越来越像好朋友的话 那表示对方是有刻意 要跟你保持好朋友的关系 会希望跟你变成一个 非常好的麻吉 那如果说你跟对方 你对对方感觉是 慢慢越来越有那种 爱的感觉 喜欢感觉的话 就表示对方 他是有想要再跟你 继续往下发展的 所以要看到时候 当下你的那个感觉 因为他这边有一张 保健王牌 所以表示说 其实在接下来十月份的话 要看你们彼此之间 而是在你身上 你所感觉到 对方所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就表示那就是 他所想要营造 你们未来的一个方向的结果 所以如果说 你想要到时候 想要确定 你们之间 到底是不是有爱 或是会不会 对方有没有喜欢你 这件事 你可能要去做 洋洋其他的影片 或者来找洋 做个人预约 预约个人的付费占卜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对方 把你当成是 什么样的关系的人 好 这下我们来看到 就是在建议牌的部分 就是如何让十月份 你们可以发展得更好 更顺利呢 好 这边抽到的就是 圣杯 圣杯二 正位 保健 全葬酒 正位 圣杯 王牌 逆位 好 这边的话 就会希望说 在十月份的你们 这一段关系 你可以慢慢的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 这边 慢慢的 慢慢的往前走 往下走 而不要太快去 要一个结果 首先 我们来看到 就是在圣杯二 这部分 圣杯二 我会希望你说 你可以跟这个人 建立一个心灵上的交流 心灵上的对谈 然后把你 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想法 可以跟他倾诉 让他知道 让他去慢慢的了解你 但是还不要太快的告白 我们这边看到 有一张 全葬酒的正位 就希望说 你还不要太快 想要让这段关系 可以继续往下走 或是往下前景 会希望你说 就先待在原地就好 原地不动 然后去跟 去和对方分享你 去让对方 真正的了解你 让他去慢慢 去对你有安心的感觉 然后看到旁边的 圣杯王牌 来的逆位 会希望这段关系 你还不要 你不要太值得要交往 你就是先维持原状就好 有没有 虽然我们这边 有圣杯二的正位 可是这边是 圣杯王牌的逆位 所以说你不要太急着说 这段关系 一定要有个新的开始 一定要有 就是交往在一起的想法 会希望你说 就先让他了解你 让他对你产生 有安全感 或是依赖感之后 你再去和对方 你再和对方 才会有机会 可以往下发展 所以10月份的你们 算是一个打基础的月份 所以你好好地把握 这个打基础的机会 好 那这边的话 以上就是选到 这一组牌组朋友的讯息 如果说这边的讯息 是有符合到你的情况的话呢 那这边就帮羊羊 按赞 分享给需要的人 那以及你可以在底下留言 告诉羊羊 你的想法 然后如果说这边 是没有符合到你的情况的话 可要麻烦请你们 去选择其他的牌组 好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好 大家好 那我们看到就是选到 这一组牌组的朋友 你跟你心里所想的巨蟹座的他 你们10月份的感情啊 发展会是怎么样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 就是在验证牌的部分 那验证牌就是你觉得 你们9月份的一个相处 或是感觉 或是感情的状况是什么 那如果说这个验证牌 是有符合到你的情况的话 就表示这一组牌组讯息 是要给你们的 但如果说这个验证牌部分 是没有符合到 你觉得的情况的话 就表示这一组牌组讯息 不是要给你 可能要选择其他的牌组咯 好 首先话我们先来看到 就是你觉得 你们9月份的一个 发展的状况是怎么样 首先我们这边抽到的是 圣杯王牌的正位 节字牌的逆位 圣杯七的逆位 也就是说其实你会觉得 你们这段关系 在9月份的发展的话 其实是一个刚萌芽 刚开始的一个阶段 然后可能这个 对方可能之前不太理你 或者是刚新认识的 或者说你们之前的 相处状况没有到那么的密切 那就是在9月份 你们会觉得 这一切是新的开始 然后别人之间的感觉啊 感情其实是还不错的 首先的话 我们先来看到 在圣杯王牌的部分 这一张 圣杯王牌的话 你会觉得说 其实你们这段关系 就是在这个月份的话 是那种刚萌芽 刚开始的阶段 所以其实对方 所给你的一些回会 所给你的反馈 所带给你的感觉 是真的还不错 甚至你会觉得说 你们这段关系 是不是是有机会 可以往下发展 然后会觉得说 对方好像是一个 还蛮不错 蛮适合可以交往在一起的 对象 那这边还有看到 中间的这个 节字牌的逆位 那你会觉得说 其实你们之间的话 还比较没有什么机会 可以讲到内心的话 或是其实你对他会有一些 没有那么清楚的了解 你对他才说 就是好像你只有了解 他表面的部分 如果说太过于私密 或是隐私的事情 其实他是不知道 像比如说 他过去的感情史 或是说他的家里的状况 或是说他对于很多事情 真实的想法 其实你不太清楚 知道你好像仿佛 只能知道他表面上的部分 那其实看到旁边的 圣杯器的逆位 再这样圣杯器的逆位 你会觉得说 其实你对于说 你们这段关系 你会觉得好像 还是缺少了一些 适当可以去了解的事情 比如说你会想要知道 他的感情史 或是他实际上 很多事情的真正的样貌 你有时候你会想要去试探 你想要去了解 但是对方就像是 旁边的节制盘的宁位一样 他会阻断一些不让你 他只让你看到美好的部分 所以就说在9月份的你们 有时候 你会觉得对于这段关系 你会有时候抱持很 很迟疑的情况 说他是真的喜欢我吗 我是真的有机会吗 或是说 你只看他好的部分 会不会有点奇怪 你有时候会这样怀疑你自己 好 这下我们来看到 就是在10月份的你们的发展 会是如何呢 我们这边抽套的是 恶魔牌 正位 命运之轮 逆位 保健舞 逆位 好 那这边的话 杨杨会觉得说 其实在10月份的你们 那第一个留意就是你们 杨杨觉得还蛮常 就是真的很容易会上床 就是真的是来骗 骗你的身体吗 好 那第二种解释就是 如果说你们是有一些 生意上的往来的话 你们会更有 你们会蛮有机会 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 那特别留意就是 如果说这个人在10月份 有勾引到 你想要去有一些 肉体上的接触的话 那这边你可能要留意 你自己要去决定一下 到底是要跟他 到底是要先 交往前就要先 要先试用呢 还是说要交往之后 再去有亲密的接触 这边的话你可能要自己要留意 要去想一下这件事情 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恶魔牌的话 除了就是有性爱的方面之外 那就是在 就是在10月份 你会常常会 不自觉会很常碰到这个人 或说你们会因为 某一些的契机 某些原因 然后一直把你们两个给绑在一起 会让你们两个之间 就是离不开彼此 然后会慢慢的去习惯 彼此之间的存在 然后你们的火花 也会在10月份的时候 会有 会冒出来 会有产生爱情的火苗 跟火花 所以这部分你要留意 就是说你好好把握一下 10月份所带给你们的机会 但是看到旁边的命运之论 的逆味 刚刚刚刚提到 就是你们在10月份的时候 是有机会 会把你们两个从事绑在一起 会有让你们两个之间 会有莫名的吸引 或是有莫名的 一种引力 把他们两个就是 一直都会保持着联系 或是会让你们两个之间 会一直 就是两个之间是没办法断离的 那就是在10月份的你们的话 那这边的话就要特别留意 就是说 其实就算再怎么样的相处 或是再怎么样的有吸引力 就是你们这段关系 还暂时是没有办法交往在一起的 那如果说是已经交往的话 就比如说你们暂时是没有办法 往人生中的下一个阶段 那可能就是你们的 交往中你们 那如果说床上运动 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这样的情况 那也有可能会代表说 就在10月份的你们 会有蛮多的阻碍 去影响你们这段关系 可以进展到下一个阶段 所以你要特别 就是你可能要 不要心 不要太急 就是慢慢来 那看旁边的保健物的逆味 就说其实你们 在10月份的时候 你们这段关系 其实你们有时候 会没有时间 可以跟对方讲话 或者说你们会 因为要忙工作上 或是课业上 或是其他的事情 你们就必须要 去把这段关系 先暂时冷却起来 暂时没有办法 跟对方 有更多的交流 或是接触 那如果说你们有吵架的话 就是有可能 会有断连的情况 所以这部分要特别留意 就是你们有可能会 10月份会有冷战的可能性 所以这部分你要特别的留意 好 那这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10月份 塔罗白说给你们建议是 如何让这段关系 可以发展得更好 这边的话是 圣杯王牌的正位 然后这边是 正义牌正位 然后这边的话是 塔牌的逆位 我们这边又出现一张 圣杯王牌 好 这边会建议说 其实你们 在10月份的时候 所给的金就是 他怎么对待 你就怎么对待他 然后这段关系的话 你也不要付出的太多 但是也不要付出的太少 有时候你也不要太过于 吝啬的付出 因为其实对方所对 你对对对方的付出 其实对方都有看得到 会感觉到 但是要特别留意 就是你有时候 你的情绪上面 不要有太多的波动 就是你不要 你自己的不安全感 或是那种不爽的感觉 去明白让对方知道 你可以稍微表现 或是稍微让他知道就好 你不要完全整个 就是对他宣泄 这是一个大禁忌 然后首先我们想想 就在圣杯王牌 在建议牌的部分的话 会希望你说 其实就把这段感情 你可以稍微试着 投入进去 你可以让对方知道说 其实你真正要的感情的 一个模式啊 或是说一个状态 或是说 你希望说一个感情 真正的架构是什么 让对方明白 知道这一点 然后你不要太过于 吝啬你的付出 你该付出的就付出 不该付出的 就是像旁边的正义派一样 就是 就不要付 不要做 多余的事情 就是做得刚刚好就好 然后有时候 如果说你们是有生意上 或是有商业上 或是有契约上的往来的话 其实是有助于你们这段关系的 所以就表示说 在10月份你们 你们可能会有一些 合约上的机会 要跟对方签 那这样的话就是 你要继续跟这个人 保持联系的一个最好的机会 你要好好地把握它 无论这个压力 可能会让你造成有多大啦 或者说会让你有多难做人 要是说你真的要 这段关系 会建议你就是跟对方 维持在这种 被绑住的关系上 会对你来说 会比较有帮助 然后看到旁边的 塔牌的逆位 那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希望你不要把这段关系 一些不好不安 或是一些负面情绪 带给它 你要把它隐藏起来 把它封闭住 不能让对方知道说 你真正的脾气 他既然都是把隐藏的那么好 那你也不要输给他 你就是把你自己 也隐藏得非常好就好了 好 那这句话以上 就选到这一组牌组朋友 你和继续做它 你们10月份的发展的状况 然后可能的预测 那如果说有符合档的情况的话呢 那这边就请你帮芽芽 按赞 分享给需要的人 那已经在底下留言 那如果说没有符合档的情况的话 可能要麻烦请你们 选择其他的牌组咯 好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咯 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